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作品主要特色是现代主义作家 还有人认为他具有极大的叛逆性 这样叛逆性不光体现在思想内容上 还体现在他的艺术追求上 诗歌的体式上 这是一个比较公认的评价 那么下面我们不这样笼统地来说 我们从文本分析入数 从他的一些代表性的诗着分析里边 来具体地了解木旦的成就 然后我们引出一些问题来 一边欣赏 鉴赏他的作品 一边我们看能不能引出一些问题来 同时我们也学会怎么来鉴赏 现在那些不容易懂的诗 现在我们有时候看到 宽如上发表一些诗不知道他说什么 朦胧诗 是吧 现代派 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失气信心 或者是看不起把它扔一边 现在我们来学习木旦 同时也学会一个 怎么接近现代主义诗歌的方法 当然有些诗比较容易懂 我们先来看一首 这个叫在寒冬腊叶的夜里 在寒冬腊叶的夜里 这首诗比较容易懂 不算是太朦胧 这诗比较长 你们注意 欣赏这首诗的时候 一个看它表现的什么样 一种感觉 是吧 一种情感 另一方面你看它的节奏 它的那种济世 它的济子非常长 不像一般的诗歌 很短的 感情的表达比较深沉 是一种悲愈 悲愈的一种感觉 并不是一般的伤感 我念的时候大家体会一下 在寒冬腊叶的夜里 风扫着北方的平原 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 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庄 岁月静歇了 牲口歇息了 村外的小河冻结了 古老的路上 在田野的纵横里 闪着一盏灯光 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 它想什么 它做什么 在这亲切的 为枝压的轮子压死的路上 风向东吹 风向南吹 风在低矮的小机上旋转 木格的窗子 堆住沙土 我们在泥草的屋下安眠 随家的儿郎吓哭了 哇 雾 雾 从屋顶传过屋顶 它就要长大了 渐渐地和我们一样的躺下 一样的打憨 从屋顶传过屋顶 风这样大的岁月 这样悠久 我们不能够听见 我们不能够听见 火熄了吗 红的炭火 不灭了吗 一个声音说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 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讲完 只剩下灰尽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 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之后 在门口 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锄头 牛鹅 石墨 大车 静静地正沉接着血花的飘落 这是1941年写的一首诗 那么这诗你看 好像是一个散文化似的 就是没有什么章节 那记子也很长 但是他写的 大家基本上有个印象 写农村的事 写农村那种悲苦 写农村那种无力感 但是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轮回 好像几千年 我们祖先开始 就是这样的 你看出头轮 石墨大车 静静地迎接着血花的飘落 农村很安静 但这种安静里面 我们听到了一个寻回的声音 你看里面不写到 儿郎的哭声吗 从屋顶传过屋顶 这哭声一个生命的呼唤 是吧 这个一代一代就这样下来了 只剩下灰烬的遗留 事实上这诗好像写的是农村一般的情况 是吧 但是它这个 好像引起人的感觉 是比较了眼的 所以我自己读这个诗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几十年前 上大学的时候 在北京交期 就是我们所在这个地方 这个西北旺劳动的时候 那时候凛冽的北风 也可以村子里面听到狗叫 听到孩子的哭声 这个可以理解 想起这样 就是这些意象 它写的这些都是好像 互相不着边的一些意象 小孩的哭声 锄头 北风等等 是吧 其实是写农村 那种无休止的苦难 但是里面也有心声 我们的农民呢 一代一代都是那么辛劳 所以我们读起来 有一种悲哀 有一种畅往 是吧 那个孩子们长大了 长大了 就跟我们一样躺下打汗 一样的受苦受累 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生活 所以这个后来 诗里面写到 有一个词很关键 岁月 时间 岁月的悠久 你不能听见 一种历史的一种悠厌感 里面甚至还可以 读这诗和感觉到那种 干草的味道 泥土的味道 汗的味道 所以这诗跟那个以前 我们读到很多知识分子 写的那个 是吧 那种纯诗 不太一样的体验 他紧贴着这个大地 这诗写得非常实 但有他诗人的那种体验 而且他指向了深远 就是写的这些诗诗 但最后呢 想的是这个 这个很长久的 一种历史的感觉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注意 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诗 他的记事 你看 长短不易 甚至不压韵 第二段呢 就不太压韵 但是你们注意 认真读的时候 读一遍不感觉 读两遍三遍以后 感觉他有一种 内在的节奏感 甚至到了第二段以后 那种内在的节奏感 就出现了一种冥想 冥想啊 就像做气功似的 坐下来 做宜家似的 是吧 进入一种无欲的状态 有时候读诗呢 他需要这种状态 冥想的状态 所以不要以为啊 这个 这个技巧 就是诗歌的一切 不是这样的 诗人呢 这个像木旦 这样的诗可以写得很实 但是呢 也有一种很了眼的 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把它和爱情比一比 是吧 爱情也是这样的 写大地 写苦难 木旦也是这样 但是它两个 还是有些差别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所以这个木旦 它这个诗验是一个 非常现代派的 后来主要是 朦胧诗的一个诗人 但同时又是一个 很大气的诗人 是一个有使命感 有历史感的诗人 就是说 他有一部分诗歌 气魄非常宏大 完全是可以跟爱情来 并论 可以并论 下面我给大家读一首诗 赞美 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这诗我也很喜欢 你看看 走不进的三难和起父 河流和平洋 数不清的 秘密的村庄 鸡鸣和苟缝 接连的 年是方凉的 鸭珠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往往中 呼啸着干孤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 唱着单调的 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 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他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 是说不尽的灾难 沉默的 是爱情 是在天空中飞翔的阴群 是干枯的眼睛 期待着泉勇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 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 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方凉的沙漠 坎坷的小路 骡子车 我要以草子船 满山的野花 阴影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 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 激劳的人民 我要用带血的手 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诗比较长 我这个不一直念下去 最后这一段 我再念一下 最后它一共五段 一样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他特别喜欢这些风 风给人感觉 是有种悲凉的 是吧 悠然 一样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是这这褪皮的 雾眼下散开的 无尽的深渊和寒冷 它锅唱在一片枯靠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芳芜的沼泽 芦苇和丛鸣 一样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 站在路上之处 我之处为了这多年的 耻辱的历史 永远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 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个开头或末尾 一段你们朗诵起来 它有一种感觉 它是意向铺排 造成一种气氛 是吧 注意又是风 又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所以这个诗我们读起来 觉得是很悲伤的一种感觉 是吧 是一种带血的歌 带血的歌 所以这个我们对木旦的诗 它大气的一面 现在我们评价不够 它注重现实的这一面 我们是注重不是不够的 下面呢 下面呢我们读它另外一种诗啊 另外一种诗啊 在木旦里面呢 这个比较多的 快决人生的苦难 但又推向永恒的思考 那种现实感 真切的生活联想 和那种对人性 对道德价值的那种反思呢 结合在一块 是吧 在读木旦的诗的时候啊 有时候有种做梦的感觉 特别是现代主义诗 经常出现在的诗中 比如说我想要走 就是这样的 是吧 有种很梦魇的 那种可怕的那种情景 这个我把这些诗诗都给大家听啊 逐渐的 木旦的诗就走向 现代主义的特点了 是吧 我想要走啊 你们注意多的时候会唤醒你什么感觉 我想要走 走出这曲折的地方 曲折如同空中的电波 每日的仿言 和神气十足的残酷的 一再的富含 从中心麻木到我的五官 我想要离开这普遍的 无望的模仿 这八小时的旋转和空隙的眼 因为当恐惧扬起了他的辫子 这么多的罪恶 我要洗消我的烟网 我想要走出这个地方 然而却反抗 一颗比较痛的心 当他知道逃脱 他是买了沉睡的敌情 和这一片土地曲折的伤痕 我想要走 但我的钱还没有花完 这么多的高楼 还有我的赌博 这么多的无耻 现在要现行 我想要走 等我发完我的心愿 这个词比较难懂的 好像有点乱七八糟 那个词凑在一块 但我们仍然能够感觉 他有一种烦闷 无力反抗 有点类似梦中那种感觉 有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 经常想走 又走不掉 经常出现在梦中这种可怕 所以我们读这诗的时候 联想到鲁信的野草 也常常有类似的梦境 一个人老想摆脱 摆脱他不喜欢的那种环境 但非常沉重的脚步 走不了 甚至我们读的诗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我就想起欧洲画家 蒙克一幅画 那蒙克画那个脸是变形的 不是一个真人的样子 脸很大 摔帮子鼓起来 眼睛很大 这个嘴畸形的大 特别大 这幅画叫呐喊 看了这呐喊 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但同时又感到 这个人很委屈 很烦躁 希望摆脱那个 他不喜欢的环境 肮脏的环境 是吧 那么木旦届时 有点类似这样 我想要走 反复说我想要走 走出那种庸俗的 肮脏的 那种机械的那种环境 是吧 那么这事实上体现了 现代一部分人 他那种对现实的那种感觉 你不要把这种现实的感觉 理解为就是政治压迫 或者就是贫穷 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人性受到了伤害 是吧 他不喜欢这种环境 所以这个 我念上面基础诗 可以看到 木旦被人服侍的一面 其实木旦是非常关注现实的 是有使命感的 是写性诗人 我给他这个评价 有写性 如果要做个统计 木旦的诗 戒类诗 就刚才说 比较关注民间 关注我们的历史 家国的那种灾难 也关注人的困境 像刚才我们念的 我想要走 是吧 有时那种烦闷 不知道你们 现在现代人 现代青年 上班 有时候在工作环境不如意 天天都这样 很机械 天天都是挣钱 有时候很烦 也是会有类似的感觉出现 我想要走 他表达了这种情绪 这也是一种现实的诗 所以我们看这个诗 在整个木旦里面 占的比重相当大 以前我们注意不够 他的诗不是宣传 不是要图解现实 也不是要完全写实 也不能说它是写实主义的诗人 即使像开头我念的 那描写农村的那些 比较写实 里边的精神指向 也是对历史 对循环 往复这种现象 一种理解 所以我们会比较 木旦这个诗人 在四十年代出现 他是比较大气的 他有联系现实的一面 但有指向 这个精神指向 比较开阔 比较高眼的一面 所以他的好朋友 叫阎可嘉 也是九月派的一个诗人 前不久光过世 阎可嘉说 木旦有一种 心思中不多见的 成雄之美 沉重的成雄 这是很扩大 很有分量 成雄之美 有的诗人 深层如木旦或过之 但豪气不足 所以有的诗人 可能他比木旦更深层 但他没有木旦豪气 有的诗人是豪 这豪矣 但不免出佛 但有的诗人 可能豪气冲天 非常张扬 但是又比不上 木旦那么深层 既深层兼雄建的 木旦要算一个 所以我想这个是 我们理解木旦 很重要的一个评论 深层雄建 有力度 但是又是有基础 但是又是有基础